你死了咱不心疼 咱会乐呵呵地给你下葬 放完狠话后 朱元璋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然而跟上次一样 一会儿又厚着脸皮跑了回来 你死吧 死吧 你死去吧 你死了好 你死了以后 咱马上再立皇后 咱抢立几个就立几个 再一次立杀 经过三次折返后 朱元璋这次发泄完后 就再也没有折返回来了 其实此刻的朱元璋 是在和自己的心魔作斗争 在马皇后身边 他永远是那个天真无邪的朱崇八 然而走出了这道门 他便成为了那沙发果断的大明皇帝 朱元璋 崇八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我要是死了 你就再也不会是你了 当然了 虽然此刻的朱元璋无比气愤 但他还是遵守了约定 将宋莲和李善长给赦免了 晚辈恭喜李大人 没事了 没事了 马皇后就是李善长最后的救命稻草 等他死了之后 李善长也将命不久矣 本身体的救命稻草